香港艺人杨洁华是11月30日为周末举行的电视筹划活动宣传 他透露除了自己家里所有的人 就连庸人都敢去主题乐园玩机动游戏 只有自己一直过足不前 所以这一次他公开的呼吁 善长人翁出钱治疗他的恐高症 其实我自己是位高的 那但是如果有一些职上的人可以出钱 很多钱捐款 那我就可以玩一次 然后我就可以先喝半瓶香槟 在瓶地上面就是习惯运的状态 然后再跑上去玩那个驼飞轮 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可以成功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最开心 应该是我老公因为他很喜欢气质的游戏 那这个游戏就是可以挑战 他的个人的恐惧感跟能力 对啊希望大家会一起去支持吧 杨家话补充他心里其实有一个价位 那就是至少善款要过百万 自己才会挑战自己的极限 但既然只挑战一次的话 杨千话应该再增加一下难度 例如跟老公丁子高和儿子 一家三口一起玩机动游戏 可能到时候的善款就不止七位数字呢 就是如果有人捐款很多钱的话 我就会去玩 我自己本来未高 但是我老公跟我儿子 如果Torres是高度够的话 可以玩的话 我相信他都没有关系的 他也是蛮像他爸爸的那种 那种那么有强大的勇气的一个男孩子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